饅頭叫做鮑娃給我趕快抓去 有一個藝人 這是什麼東西 吳東線 江國賓啦 江國賓啦 阿公 造句 我跟妳討厭了 這次關係是這樣 因為有這個妹妹擲桌 她說要去扶起來 結果不是手這樣 她一直拉拉拉拉 還跟她說要給她討錢啦 什麼 妳現在說的這是什麼事 妳剛才說我孫 是誰擲桌 我啊 妳擲桌 好 我孫這樣再拉出 有啦 又打拖機 還要拖擠 對 滑溜壞壞壞 他說那時候你快要來示範 你都會呼籲我的回憶 對 我不對 他說這次給你看 他說他不就是擲桌 他說他腳痛 顺孫 你看 他的這讓我 爸爸 你這種的行為怎麼可以 這種的行為怎麼可以 所以這樣再拉 他說 你這次出播多少個 你這樣 你那個 小冰冰 江洪恩 小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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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國恩 江國冰 江國冰 阿哥 都沒在看 你好 你好 小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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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電視有夠好看的 謝謝 讓你的招作壞人 對啦 很好看 你撕得有夠好嗎 謝謝你 等一下 你撕好 你變得很大 你知道嗎 你咧嘛 江太公 阿哥 阿哥 你剛才說 你剛才的行為就不對 怎麼不對 你說外孫我們去 會不會覺得 是啊 是啊 要跟人家收錢嗎 對 這款的叫做六位掛材雞有心 我跟你說 我們五位的饅頭雞包子 雞有阿 我這個語言教學中心 是我專門在教這種 你有這麼大的 變成這種的嗎 我跟你說我問我的一頭 好 包子 饅頭雞做包子 給我警察抓去 又有一個藝人 這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 中間裡面沒有線 阿哥 阿哥 好 喂 怎麼不來 今天我們要來上課 正經 整個時候大明星人在教學 好 對 剛才這個思想 這樣剛好 今天來講這個 六位掛材雞有心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你要解釋這句話意思的真正 我們來先了解說 這個掛材是什麼東西 掛材 你誰不知道 掛材就是採在那裡 你賣得鬆 我們來掛材 掛材都掛掛起來這樣 掛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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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聽我 先來 我在白白的那些大拔不聽 這個講得很痛 你掛材 掛材 江先生你也知道嗎 掛材我但不知不知道 就是有人說叫做大菜 我們叫做大拔 也就是我們平方是過年吃的長年菜 好笑喔 好笑喔 如果是八甘過後 也是叫鹹菜 對 好笑 剛剛有叫你興奮 還有學李虹 好厲害 好厲害 可以做的梅干菜 厲害 所以有時候要做一個 我們吃掛材雞 對 生菜 沒有梅干坑肉 對 對 梅干坑肉是 炸菜頭 那都是掛材 了解嗎 這是菜頭跟菜火都會營就對了 是喔 那掛材 當年菜 我們過年的時候 那掛材整整個揶起來 如果去我 長長長台北宮 我們是大人火燒的 很重的意思 是這樣喔 所以過年我們煮掛材 是沒有人在切的 沒有人切 整個 整個 什麼叫做整個 好好 風吹不倒就是這樣 你怎麼不接啦 我知道 掛材大家知道 什麼叫掛材已經知道 對 就是掛材又掛起來 對 不是這樣嗎 掛材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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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後面 這是江 江 江國賓 江國賓 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好 但是大家知道 掛材這樣 掛材要怎麼寫呢 掛材要怎麼寫 掛材 這句掛 這句到底要怎麼寫 這就學問了 江先生先寫 江先生 江先生先寫 江先生 我會去掛材 阿公 你這樣是對嗎 應該對 掛嘛 這樣不對 不對 不對 就揍一下 不對 不對 你打開 在這兒 不要這樣沒力 你不在意 你把自己剷 掛材掛看不在意 對啊 你嚇嘛 你後面嚇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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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那麼多啦 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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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嚇另外一個嘛 我後面嚇 等一下 不能嚇到我啦 今天那個掛材掛不是怎麼嚇 我不要嚇 鄉親啦 掛材掛要怎麼嚇 可以嚇 起來沒關係 來 來 誰有中就有獎金 來 去廟宇宙來 來 輕輕輕輕輕 這位這位你先嚇一下 掛材掛要怎麼嚇 來 這邊 這位你上掛材掛要怎麼嚇 等一下 這位叫掛材掛 這是台吧 這是 啦 還卡了 還卡了 還卡嗎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來 來 過來 這位小姐 掛材掛到底不會誰嚇 這樣 你是要去補鍋的嗎 我 你還沒有 你還對 我告訴您 這天掛材的掛 這位小姐這位是誰來找她打一打 告託一下 有念書啊 掛材的掛這天就是這個 這個呢 其實她的中文 她的國語都在義理 義 因為這個結構 有相性指示會形成專注 阿公很厲害 頭豬啊 所以掛材 這個本身就是掛叉 掛的意思 就這次放在掛材的意思 這樣喔 這就是吃這個東西過來 了解嗎 這樣 我知道 這樣說 我知道 這是掛材把它掛起來對不對 這是叉嘛對不對 這樣種菜怎麼下你知道 怎麼下 那是還玩嗎 是 我們大家知道掛材的掛要怎麼下 但是掛材要怎麼造句呢 掛材造句 我們剛才在說 這大家都知道 我們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 這位小姐妳先說 我知道 來 你給我聽不懂 現在那個後宮甄嬛傳啊 正夯對不對 我來照個句好了 那個後宮甄嬛傳的 杯子們啊 飛子們啊 個個都是 六個掛材 有心 好棒喔 給自己鼓勵鼓勵 哇 厲害 這可以做你們這些 台風的主持人沒問題 我現在是說六個掛材 雞有心是什麼造句一下 什麼你 那邊 來 六個掛材雞有心 下來 造句 造句 掛包 掛材啦 這位哥哥 掛材 掛材就變掛包 這樣 不是啦 今天造句你還說掛 造句啦 掛包中要放尖材 這樣也有掛材 稍等 這邊這個來掛看看 造句 掛不到 掛到你頭上廟 掛不到 還說我的效 來 江先生 江先生 那個統工的意思 還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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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工的意思是說 一定要有掛材就對了 對 我是要講話說 近前我們三清酒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叫 掛材炒干貝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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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啦 不是啦 這六月掛材就是這樣 六月是一個人 一個演員 今年不就金通獎 很抓狂 吃掛材要來告訴大家 我有心啊 你們大家都這樣黑白說 這六月掛材究竟是什麼意思 是這樣 因為這個掛材是當天才有修行的菜 對 所以現在過年的時候 我們來吃這個長年菜 那菜這樣很大 很大聲很好吃 對 就是說掛材是當天的菜 不只看你們在六月的時候 那掛材就這樣生了 晚上沒有財物 冬天它的財物 六月的時候掛材是不財物 所以它就蓬心蓬心 沒有什麼什麼 所以叫做六月掛材究竟有什麼 這句是這樣來的 但是它是什麼意思呢 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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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拍心 黑老頭要死就找一十個 要來就哄得好 來來來 你講什麼意思 來來來 說好啊 你笑沒關係 你的嘴巴噴我整臉了 真的